太监一词我们经常在古装剧中听见 虽然太监是一类身体残疾的人群 但是因为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 所以人们也已经习惯 并没有觉得有不妥之处 虽然人们已经对太监习以为常 但是却对他们的事情有些疑惑 比如他们的宝贝是如何保存的 能保存多久之类的 其实在古代皇宫里 太监原来是指宦官中的高级官员 在史经 周礼 礼记 这些古籍中都有关于宦官的记载 尤其是在秦汉以后 宦官制度更加响悲 宦官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势力 对许多朝代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并不只是后来 勇于服侍王公贵族的下人 所以这些宦官的宝贝 在一开始并没有草草扔掉 而是会受到宦官的重视 被妥善保管起来 为了避免腐烂 有一种方式是先将其装在石灰盒里 保持干燥 然后用湿布抹干净 浸泡于香油之中 带油渗透了 装在小木匣里 密封包裹 如此一来就能长久保存了 而对于宝贝的重视程度 他们会先选个黄道吉日 然后当日将其悬挂在自家祠堂 或家里的正粮上 于高升之意 象征受烟者在宫廷 能步步高升 所以一旦宝贝遗失 对宦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打击 因为身体是祖宗给的 没了此物 在宦官死后 就不能与遗体一同焚烧 无法在阴间面间列祖列宗 其实这样的情景 在很多影视剧中也有演过 皇宫里甚至会有一个专门用来存放这些宝贝的地方 并且标记好每个人的名字 以被之后取用 在太监这一派里 官职越大的人 就会越在意自己宝贝的安全